有一個觀眾叫陳偉 他就說你怎麼看人民幣長遠的前景 因為近日都很強勢 他說如果真的上升的話 對內房和航空股是否利益好呢 還有你看好什麼板塊 你可以先說一下你對人民幣前景的看法 還有覺得哪幾個行業 或者哪一個行業你會比較看好 如果看好人民幣前景的話 人民幣有強勢 受到兩方面因素推動 第一就是美元的弱勢 是 真是很弱 美元真是很弱雞 暫時比較弱 對 因為剛才提到的 因為剛才提到的是 通脹的升溫開始變得更加弱 所以你看到其他例如黃金也好 商品價格也會升 什麼都繼續弱 令人民幣有一個升值的空間 其次剛才所提到的 就是今年來講 因為A股落後市場 所以你看到在近幾個月來講 資金流入A股也好 或者是流入中國市場 不是說一定股市 它的速度是維持一個正流入的 所以這也是推動人民幣上升的因素 所以我覺得短期人民幣的強勢 應該會繼續的 但是你說 剛才我剛才提到股市的 其中一個判斷就說 最重要是美國的量判是如何 當六月份有初步的訊息 如果看到聯儲局 譬如說官員開始有些後風吹緊的話 可能人民幣的強勢就要停一停 而且也要留意 其實官方的態度和取向 其實近日市場有些消息就說 有些大學開始希望不壓制住人民幣的升勢 因為始終人民幣的升勢太強了 對中國出口不是太理想的情況 中國政府希望人民幣能夠穩定 而不是希望大勝 而不是很清楚的立場 所以我覺得短期走勢會是強的 但我覺得暫時被捉業判斷 是否一個長期升軌 因為我們可能會有很多信用的 你們不可能會有些什麼 我們會再次要留意 我們會有多久的電話 我們會有多久的情報 這樣做我們會有一個